后退插行步Back Whisk是华尔斯里的基本舞步 因为它结束在PP位 所以被用于连接从PP位开始的其他舞步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学习后退插行步 以及与它连接的侧行追步Chess from PP Ebo Wing以及大陀螺转Big Top 我们先来学习齐志峰老师讲解的后退插行步 接侧行追步 包括我的头在基本的状态下都是一二三 头也是保持在斜墙静位置 头不要打开对待状态 然后保持这个状态去 哒哒哒哒 就是我说的是简单的 因为我们有很多上身的跳法用途 可能怎么样 大家不用去学这个 就把脚的位置和运动方向 包括脚的转动搞清楚 其实你就解开了你的第一个节 就是你说的Whisk 因为刚才还有一个人说类似这个动作 好像说你的身体摆动不上去 对吧 你说身体摆动不上去 我当时不是很明确 可能是这个动作 所谓身体摆动上去 这个词其实已经上升到一个旋游里面了 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从第一开始 真正到达高水平的时候 是要再用身体摆动 去把这个单纯的动作 做到非常非凡的效果 所以我们可能会摸摸摸 可能有一个身体的摆档 但实际上从它的最基本的原型来说 这里不需要有太多的摆档 所以你要考虑到更多的 使动心的转移 要特别准确 刚才还有一个人在前面问了一句话 可以用在这里 就是说是身体带动脚呢 还是脚带动身体呢 其实是两个 没有单方面的 是脚或者是身体 它是身体带动脚 脚在追随身体 它是这样的 在运动当中才能找到一个平衡 比如说 当我在运动 要去运动之前 我给女生的信号 肯定是通过身体 通过一个身体 告诉女生我要运动了 我要向前或向后或向旁 这时候女生就接到了这个信息 当我在走的时候 如果我是身体带动脚 那我就会失去平衡 所以说我在使身体带动脚 但脚又去追随我的身体 变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的平衡观念 所以说是身体 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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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所以说它运动当中 其实一直属于 身体和脚都一直都配合 你们平时可以练一下这个东西 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 身体 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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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 身体 身体 脚 脚 都是这样的 脚是很关键 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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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 第二部分是陈龙 甲鸟 两位老师讲解的后退插行步 接 翼步 这个时候我们正常来说是右侧跟右侧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变成什么 男士的右侧就像女士的土侧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去切换身体位置了 注意在这一步刚开始的时候 我和陈老师肩膀是平行的 也就是说我们两个身体都是一个拧住反身的状态 放松动心一看 这一步我们是在一个低锐的状态下 然后这个时候 男士向前然后引导女士 看我的身体位置 引导先向上向远 引导让女士走 然后女士包括男士放下来 放中心 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位置变成是左侧相对 再看一遍 我现在的左侧对着陈老师的右侧 我的左对他的右 然后接下来我在走的时候 女生我的身体保持在一定的反身上 我向前前进 一定的反身 我的身体还是在 我夸张一点啊 在这个位置 我先把他关注了 接下来我的右脚往我的 向男生的这个里面去走 感觉是要包过他一样 你的脚不要想要向前去走 因为向前的话 接下来我会有力移动 那么男生他是跟不上的 所以我们女士在一步的时候要注意 向里面去走 好 转换你的身体 现在我的右边的身体 这是给上男生了 右边的身体 好 最后结束位置 在这儿 明白了吗 第三部分是后退插行步 接大陀螺转切刻结束 我们先来看看示范 后插行步结束在PP位 从PP位到大陀螺转是难点 下面是马燕燕老师的详细解说 然后第二步男生生重心的同时 记住你们不是光直着往上升哈 脚跟不准起来 升膝盖的同时 头位要往左边去引导 让女生转 然后继续转脚 然后继续到这儿 不要往后倒 而是要肚脐吸收 肚脐吸收 带女生过来 并男生的大陀螺 本来PP位就是在左边 然后在大陀螺准备转的时候 要更加的左边引导 然后转完脚 大家能看得到我的这个面 还是在左边的 不可以是正的 你们这样正的女生就没办法转了 继续拉伸在左边 然后 最后 转完之后很多男生回头到右边 你们的头回到右边 女生就没办法跟你产生对抗 没办法跟你产生离心力 所以你们在收肚脐的时候 头继续要保持在左边 所以男生在大陀螺 头位 左边是非常强的 所以 我再总结一下 男生 一 第一步重心的重量 要站上右脚 二 右脚的脚尖 要向内扣去给女生引导 你要走的 要转的轨道 三 男生在升重心的时候 别想着升脚 也别想着转 这两个工作要分开 三 我们要升膝盖的同时 头继续向左边引导 四 转右脚的脚掌 把你们的左脚始终是夹住的 到位 五 收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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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女生 左脚前进撇转 也是收腹 让自己的右脚向后撇转的同时 头不能定在这儿 头位要继续向左边走 这是男生非常重要的几个点 第一步 也要把重量站进来 站进来 但是头别再进来 头在后面 批批位 始终保持住你们批批位 膝盖向前滚动 然后二 我从哪个面呢 从这个面吧 二 二 出第二步的时候 在男生生的时候 出第二步的时候 女生重心不要往右边跑 我们出右脚的时候 身体始终还是拉在左边 然后并脚的时候 始终还是在左边的线条 这是女生的第二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 女生从批批位就开始用左胯跟着男生 始终出脚还是左胯 并脚还是左胯 到最后左脚前进撇转 才是右胯 光回来 正常的头位 大陀螺 第一步出去是右边 出第二步的时候回到左边 然后继续拉着左边转 然后到撇转 结束 回到右边 因为男生会 给到我们这个 左后方的延伸 我到最后结束 回到右边 然后check 再回到左边 明白了吗 再看一遍 第一种 女生的头位 大陀螺 大陀螺 第一步 在右边 第二步的时候 回到左边 然后并脚转继续在左边 铁转结束 因为男生的引导 所以回到了右边 进入check 再回到左边 OK 这是第一种 正常衔接大陀螺的习惯方式 那还有一种 是可以不回头的 还有一种是可以不回头的 一直看着右边 女生 一直看着右边 转 一直看着右边 转 一直看着右边 最后切合 最后接切合 你不要停 转起来 一直看着右边转 看着哈 二 三 右 右 最后切合 到左 看到了吗 这种 这些切合其实容易很多 我们头位不用晃来晃去 但是 这种有一点困难的就是 我刚才讲的女生那个重点 就是女生那个重点 就是大陀螺的这个重点 如果你们一直看着右边 我就特别害怕你们往前摘 我就特别害怕你们做不到 留在左边的这个身体的形态 所以看你们个人能力 这两种都可以 如果男生的大陀螺相对做的比较平一点转 那女生就会回头在左边 比较平一点 然后最后回到右边再进入切合 但是如果男生的大陀螺想你的五半 你们知道你们大陀螺后面要接切合 那我就会提前在大陀螺上面做的倾斜 在转的时候倾斜是比较多的 那我们就看一下右边再做切合 明白了吗 也要根据男生的情节来决定